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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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了 今次的新组合 如何称呼你 叫我甲又多 叫我麻仓叶又多 今天找到麻仓 来介绍玉毛道的新商品 四盛兽的奇普套装 它本身里面 有一个本体 还有四件 的奇普 其实我已经砌了 这里有三件 里面有一件 就已经砌好了 接下来 我开给大家看一下 今次这盒 有四件奇普 再加上一个玻璃 是BODY 它有分可动BODY 和不可动BODY 现在再加上一个 是可动BODY 旁边的就是不可动BODY OK 其实 它愿无到 现在这些 accessual配件 已经出到第二套 第一套是一套和服 另外一套和服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也有带出来 在类1比12这些模型来说 其实有部件是很少有的一件事 基本上 你找到一类12的1比 这个scale的模型 基本上来来去都只有两三间公司 例如某屋 或者是瘦屋 或者是瘦屋 瘦屋 瘦屋 BANDAI 和他们基本上 1比12来说 它的布料 各样的东西 已经算很贴 而且它做得很仔细 是 因为它很贴 穿上身的时候 要自己小心点 这件旗袍 因为你也玩过第一套和金蛋 你觉得QC如何呢 其实QC非常之好 尤其是你这么小的 都有一些很小的披口位 你会觉得很厚的 但是你可以看回它 它完全接近没有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制衣 因为它都是一些奢花秀线 那样做logo上去 我看到它的线头 那些都没有 还有它的边 这些位置 全部它都不会爆口 都收得很漂亮 那些纹露 它都不会突出线尾 或者有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还有背上都可以看到 其实都是很漂亮的 不会说 像你所说的 因为有很多身体 女性那么修身 那么贴身 其实要做到那么贴身 因为它的胸口又会比较好 它有一个好处 它有两个上半身的形状 我先遮遮 不知道能不能上街 我用这些全部是中型的 我手持这个是什么型 中型 这个是中型 这两个都是中型 如果大的话 会不会很迫爆那件旗帽呢 会有少少紧 难入的 但都穿得下的 对 因为很老实 因为东方女性来说 其实身形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我特意选这两个 好了 那我们说回 因为这个盒 产品里面 也有个body 那我素体 和之前的几弹 会不会有什么分别呢 这个就是用蜘蛛机梁第一个body 它是改良版 ok 因为它本身有三款body 这个是蜘蛛机梁 和蜘蛛机梁 这是第一弹的body 另外第二 Version 2的body 就是 甲虫机梁 和接近的丑蜘蛛机梁 那个会矮一点 但是肥一点 是 第三弹就是 四胜兽的 本身自己的body 就是 又要拿出来 就是这一款body 它的可动性会再高一点 哪一款会高一点 可动性 三个 第三代 对 第三代素体 现在这盒子里面 根据我第一代素体 对 第一代素体 其实都不差 我看到它的手关节 也不会很松 或者松紧程度 都是相当不错的 对 就是不会说 好鬼 站在那里就坏了 或者那些 脚关节 它都很确实 对 其实我没什么怎么做额外的 我全部都是 只拍完 接着 不断下少少半消光 不断噴一层 拿出来 因为你玩过 这个是素体一 这个素体三 其实大家都会有各有各优点 其实都是第三代最好的 对不对 可动性来说第三代最好 对 但是形态上来说 因为它始终 大家都看到 这个位 底底边这些位 始终因为它就可动 它自己会有条线 对不对 因为没有这个关节 可动性低一点 但是它的形态就会更漂亮 就会更漂亮 明白的 好 我也想说 因为这件旗袍 刚才你一开始也有说过 因为它也有些联动 我觉得它买了这个旗袍 它可能有很多同系列的产品 对 就是不同品牌 都一样可以穿得到 对不对 对 因为它的头的波装 它有三个in 市面上三款不同的波装 尺寸 就是它会给你的 对 所以它就会给你 给到其他牌子的应用 对 例如大小小的瘦屋 它头的波装会大小小 它会配上 另外Figma 它那个小小的波装 它都会留给你的 明白 很老实的 你买这一套之后 你知道 就是你平时玩开 推出的广据 说我想搭到 F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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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可以用到 对 你只想配上它的头 就可以了 不如这样 你好像带上第一弹的旗袍 对不对 那是和服 和服 我们一次过来看看 可能有些朋友 买完第二弹 觉得很棒的 可能会想买第一弹 对 因为和服 很老实的 它穿着对木剧 就站会比较难 一些 通常我平时在家买 我平时在家买 都是放到跪枝 OK 那要注意一点 我们轻轻 现在扶一扶 哇 其实如果看回 其实这个part 1 它这个和服 是更加之厉害的 是很夸张的 很仔细的 它整件衣服 整件和服 你不要看它一比十八 一比十二 一比十二 哇 其实它所有的仔细度 那些 就是细啊 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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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后面的和服 那些 那些和服 是会左搭右搭的 它穿完都不会很漏暴 那些和服 真的有两层的 很夸张的 那我想问一下呢 大概这两个的价钱是多少呢 part 1 这个和服 就是二百五 那这个旗袍呢 那这个旗袍呢 大概二百九 二百九 二百四套 但是它又有四件旗袍 那我想问一下 是的 二百四件 那我想问一下 未来这个二毛度 还会有其他这些 就是穿三系列的 第三弹 第四弹 以我所知 暂时没有 但是呢 属于另外 红色和紫色 这两件的 角色 就未来会出的 那就是 紫色的青龙 和红色的珠雀 哦 即是四胜兽 是的 就成三四个了 哦 因为红色这只呢 是出了的 但是那只 我不是太合心 所以没卖到的 是的 那我们不如先看看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未来 会不会再出多一个Body 因为一盒 只有一只Body 是的 有啊 你又会想 存在那个 盔甲形态 又会想做一个 便服形态 那怎么办 厂方也会有的 会有的 会有的 噢 噢 但是 咯 有赞 亦都有彈 其实我彈的 很少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鞋 是 他的鞋 不是 这个 旗袍对鞋 是的 旗袍对鞋 他的高跟鞋 他是黑色的 但是呢 他的盒 白色的 噢 老实说 如果你再给60元 再给两套鞋 我其实很愿意的 因为紫色那套衣服 就是 黑色鞋 噢 白色那套 就是白色鞋 另外绿色那套 好像是 淺蓝色的 和红色那套 真的是红色鞋 他的设定图 是这四只鞋 噢 希望厂商听到你的意见之后 就补回鞋 给我们 给多几十元 没什么所谓 是的 对 那我们希望 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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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是否差不多 介绍了 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 谁 好 好